我們要成功挑戰一件事情 就是搭地鐵 剛才我們就是沿著地鐵的方向走 然後呢他其實旁邊我一直說 要記得去買票 那我之後就拿我的那個支付寶裡面 還有一個出行的一個 它是通關碼吧 就是那個QR Code 然後我就拿著問他說可不可以用 結果他說可以 但我們當然呢 就的確刷那個就進來了 所以如果你有開通支付寶的出行 然後地鐵碼的話 其實你就是逼那個就可以進來了 就是同一個APP嘛 只是它有分不同種類 然後你在那邊你可以說去出行 然後它就會跳出來 然後你自己再去開通這樣子 我們這次要去的地方是上海 沒錯 上海呢其實是一直我莫名以求要去的地方 因為呢上海有迪士尼 這次的迪士尼又是100週年 所以讓我很想要過去看看 而且聽說在上海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對 因為上海啊其實是最近才開始 慢慢可以開放讓人家進去 所以可以找到資料真的蠻少的 我們今天要闖的關卡真的蠻多的 真的耶 我們今天應該會幫大家解決 要怎麼樣使用網路 然後怎麼樣付錢 因為我們聽說在那邊都是線上支付 很少人在用現金的 但我們也沒有辦法辦線上支付 那要怎麼辦呢 用支付寶之類的 不過我們也不確定這到底會不會用 對我們就試試看 對對對 那我們現在要先去做第一關 要去拿我們的網卡 我們是在台灣銀行的旁邊 這裡有個行動網路通訊的地方 可以買我們的網卡 那我們是先在網路上面預約的 然後在這裡取貨的 其實我們這次在出發之前 就是在網路這裡做了一個蠻大的功課 因為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們去別的國家就直接買網卡 然後直接插到手就可以用了 但是中國不一樣 因為中國會有自己的牆 所以我們如果用一般的網卡 是沒有辦法過那個牆 也就是說我們不能用LINE FB跟Youtube 然後六一就上網查 他說有一種卡是可以直接插上去 就直接插就直接翻的那種 因為我們也沒有再去研究BPM那些了 我覺得有點麻煩 而且不太穩定 所以我們就來嘗試看看 這個卡到底能不能用 希望它是可以用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還有開漫遊 就是以防萬一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那這是我們這次要搭的航空 中國國際航空公司 中國國際航空公司 記得大家要先下載微信 掃這個小程式 大田姊健康程報喔 哇我們的登機口好酷喔 每次都長不一樣耶 這個很用心耶 這個裝置 即將登機囉 上海浦東 我們來囉 這台就是我們的飛機 中國國際航空 沒有搭過 等一下來給大家開箱看看 對 我們想說想要收集一下各個飛機 不然它其實這裡也可以搭長榮 滑航啊等等的 然後還有很多是聯航 但是聯航的話 我們覺得 那個行李的話會比較 麻煩 對 所以我們就選擇這個 哇這個就是上海的浦東機場 我們現在拿到行李了 我們要來準備解決 第一個問題就是網路 的確用這邊的Wi-Fi啊 就是機場免費的 我們是連Facebook跟YouTube 完全上不去 對那我自己已經有測試過這個網卡了 是真的是還蠻快的 然後我這樣子一張是580元 然後它是30天12GB 大家可以先看你們自己的電信 去查看說你們一天平均會用多少GB 那我自己稍微算一下平均 再稍微高一點點 大概一天2GB差不多 所以我來5天我就12GB 我覺得應該OK啦 沒錯我現在是還沒裝的情況下 完全都連不上 我們這次買的呢 它的說明書在這裡 它叫做中港澳的上網卡 所以它就是直接插上去 然後開啟數據賣游就可以了 沒錯 現在你把它推進去 然後來見證奇蹟的時刻 可以了 有了有了 它出現那個接受就是可以 有了有了 反正就是它這裡會有使用的方法說明 非常的簡單 一插就可以用囉 我們一下飛機真的太渴了 還買星巴克 因為它看到第一間 然後旁邊麥當勒好像在整胸 我本來去隔壁買麥當勒 對 結果它沒開 然後星巴克看起來有個紅色的飲料 感覺蠻酷的 然後等一下呢 我要執行我第一次使用他們這裡支付保護錢 欸 對耶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喔 我看一下 因為我如果給大家看的話 可能大家會 你說會直接掃碼然後轉 就轉錢給你的是嗎 我知道啦 反正就是我等一下先用這個來試試看 如果OK的話那就是太好了 就是我們一路平安了 阿如果不行的話 那我們就完蛋了 我們就完蛋了 可以用嗎 可以 喔我們得救了 太好了 而且超快的耶 閉一下對不對 就閉一下喔就好了 支付成功 所以如果大家來中國玩可以先下來這個 這個好像就是你在平常買淘寶用的對不對 因為淘寶其實現在可以用Apple Pay 所以就不用那麼複雜了 我們來這裡的第一杯飲料粉粉身咖 一杯是34元人民幣 它會不會是草莓牛奶啊 妳完全不敢喝 草莓優肉乳 蛤 它上面那個草莓的那個味道 超級重 好甜喔 完蛋了 我白買了我 草莓優肉乳 而且它的優肉乳是有一點 怪怪的那種 很像薑的那種優肉乳 我覺得它的味道真的蠻甜的 會把我不喜歡喝的那個味道有點蓋掉 還行啦 我們要成功挑戰一件事情 就是搭地鐵 剛才我們就是沿著地鐵的方向走 然後呢 它其實旁邊我一直說 要記得去買票 那我之後我就拿我的那個 支付寶裡面還有一個出行的一個 它是通關碼吧 就是那個QR Code 然後我就拿著問它說可不可以用 結果它說可以 但我們當然呢 就的確刷那個就進來了 所以如果你有開通支付寶的出行 然後地鐵碼的話 其實你就是逼那個就可以進來了 就是同一個App 只是它有分不同種類 然後你在那邊 你可以搜尋出行 然後它就會跳出來 然後你自己再去開通這樣 喔 我們從我們的機場到南京路這邊 坐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現在我們才要去我們的飯店 對 時間已經七點了耶 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今天住的地方呢 感覺是一個滿熱鬧的地方 就是有點在市中心的感覺 因為我們想說 欸我們每次來五天 好那就一次都住一樣的 就不要再換了 因為我們還有考慮到要去迪士尼啊什麼的 就想說 啊 如果要去住迪士尼的話 感覺又離市區太遠 所以我們想說 那就住中間一點 然後比較 找我也比較多東西可以玩 哇一出地鐵 我們來到一個很熱鬧的地方耶 一個廣場 上海小吃街耶 開心的點在哪裡 就是看起來還有很多東西好吃 哈哈哈哈 超餓 今天我都還沒有吃到辣的東西 我好想吃辣 這裡好美喔 對啊 那我們先找我們的飯店再出來吃 好 走吧 逛一下逛一下 我問你一個事情喔 嗯 什麼是快樂星球 那你有沒有看到了 什麼是快樂星球 這裡 我們走著走著 看到這個很酷耶 中國體育彩票 大家就集在這裡 然後再買彩票耶 哇 好帥喔 欸有兩台耶 這裡有一台 喔這台很酷 我們今天住的就是這間 錦江都城經典南京飯店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成功 入住我們的房間了 欸那我們今天的三大課題 全部解決了耶 網卡跟支付問題 還有住宿問題都搞定了 可是等一下我們去路邊吃小吃的話 不知道那個支付寶可不可以用 因為行房客畢竟就是很大 嗯 就我爸他在來之前 就有提醒我說 我們如果拿人民幣的話 很有可能他們小吃店 已經太久沒用心情 所以不會找零 就還蠻怕的 等一下開箱房間給你們看 直接給大家room tour一下 首先呢 這是廁所 我覺得他廁所呢 其實還蠻漂亮的耶 然後他這邊呢 有一些洗髮乳沐浴乳啊 然後還有潤膚乳以及護髮素 那他們這邊呢 就是他們的被子 還有一些被瓶 那被瓶的話呢 他們現在是沒有提供壓膏壓刷 他說如果要的話 再跟櫃台去領取這樣 然後這裡面呢 有乾濕分離的空間 感覺還蠻乾淨的耶 這裡呢 就是他們的衣櫃可以放東西嘛 然後我們前方這裡有茶水區 然後這下面呢 有個小小冰箱 可是冰箱裡面沒東西 然後這個區域呢 就是我們的房間 這裡呢 有個辦公桌 他的插座還行嗎 滿意嗎 他有三個是台灣可以用的 嗯 那這裡呢 就是我們的床 他是兩張單人床 那我們的正中央呢 也是有一個插座 所以呢 大家對於插座 可能比較不用那麼擔心 然後那個望出去呢 其實就是 我們的步行街 我覺得整體來說 非常的大耶 你這一碗是3000多嗎 3400多的樣子 但是我們的位置是在市中心 雖然我預期的是那種高樓 然後可以看到東方明珠 跟整個外壇 殊不知它是這種平的吧 但我覺得如果是在市中心 然後我們去很多地方都方便的話 感覺也還可以 沒錯 你看那間釣魚燒 還好長喔 到底是多好吃啊 我們現在的這條路 就是我們剛剛從地鐵 剛上來那個地方 這條路就是南京路的步行街 好香喔 這裡都是賣吃的 我決定要來吃這個串串了 真的太香了 在台灣好像真的比較少見耶 這什麼肉啊 羊肉 羊肉 是不是要吃一下章魚 你是喜歡吃生地還是吃醬 我喜歡吃生地 那這是生地 好 好大隻喔 真的 這哪個米寫好了 香菇之類的 黑色的東西 結果我剛才一樣可以用支付寶 對 所以你也試試看吧 喔 成功 喔 你剛剛只60塊錢 對 60塊 60塊人民幣 這就是一個非常廣闊的空間 我覺得有點像我們百貨公司的美食街 它這很酷喔 它有賣韓國的 成都的 重慶的 上海的 雲南的 一堆有的都在這裡 每個看起來都很讚 我很怕我們在這裡就吃飽了 等一下看到更好吃的吃不下啦 哈哈 你看這個也太大串了吧 超級長耶 哇 很扯 所以你有看過這個東西喔 我在網路上沒有看到 我只是看到小隻 然後很多串的 沒有看到那麼慘的 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耶 感覺是豆腐 它其實它有寫說 臭豆腐 大門串 八爪 小麟糕 所以這應該是說 臭豆腐 對 趕在我們面前 拿臭豆腐出來賣 好吃 它的外皮很讚 然後這是麟糕 它的調味很好吃耶 它的麟糕都是自然混的味道 好Q喔 超好吃 超好吃 調味好吃 好猛 哇 它有點是 超級加大阪的那種 夜市新疆羊肉串 對對對 加大阪的 那另外我點的叫做 重慶酸辣粉 我有加肥脂 這樣子 終於吃到辣的東西了 很辣嗎 其實我媽一直跟我說 來這裡應該是 必吃酸辣粉 看看你還有賣螺絲粉 你怎麼沒有挑戰看看 因為我很喜歡吃這種麵 這個感覺不是麵 就是我最近在吃那種 酸菜魚系列 都會遇到這類的東西 對對對 我覺得它是這樣很滑的喔 就是它比這種豐粉啊 都還要厲害 口感就很濕滑 它的花生嗎 那個 對啊 來到這邊我感覺吃辣 你會覺得很暢快 其實我已經有做好心準備了 就是來這裡 我們點的微辣 可能就是大辣 對 它這個羊肉好嫩喔 其實它的羊肉好嫩喔 你是它的牛肉 嗯 所以大姐在喇叭她那時候 哈哈哈哈 它本來用那個廣播在喊號的 剛剛那個酸辣粉太辣了 趕快來旁邊買飲料 它的飲料超多種的 然後我們點了 金桔檸檬茶 太甜了吧 哈哈 它這邊的人都吃得比較甜 可是因為它剛剛沒有問我說 要不要改奶品質 這是全糖吧 這是全糖吧 喔原來我們剛剛吃的那個 是長沙臭豆腐 黑色經典的 它旁邊其實還有另外的店家 還有在賣這種黑色跟黃色的 接下來我們來到了一個公仔大樓 你們看這裡有Kitty貓還有護頂狗 它裡面感覺好像是期間限定的 那在樓下還有火靈忍者宜樂欄面 對 有一個很大的那個宜樂大叔在那裡 還有庫伯利克熊 然後火靈忍者 對 還有各式各樣的超人這樣子 它這棟好像就是賣公仔的 對 它們好像就是手辦吧 這棟好像就是手辦樓 這寫了嚕貓服務 有沒有超級多的貓咪耶 來你們看著畫面 總共幾隻 這麼難喔 到底還有一個護衛犬 大家有看到嗎 它坐超挺的耶 穿黑色那麼多 你從我這個角度拍 它真的很像寶標耶 對啊 好可愛喔 好那我們剛才已經吃飽也喝飽了 我們現在來外面走走 外面真的還蠻熱鬧的 那步行間很熱鬧耶 聽說他們這些亮燈會亮到十點的樣子 那我們現在已經九點半了 我們今天直接來給大家統整一下 如果你們要來中國大陸的話 到底要準備什麼東西 那首先呢 大家就先準備你的護照 還有台報證 然後還有一個健康申報 那個健康申報的話呢 大家要先下載微信 然後去登錄 我覺得其實還蠻簡單的 然後還有接下來是網卡 網卡的話呢 我們是買中港卡 大家可以在自己上網搜尋看看 48小時健康申報那個 在機場就可以用了 對 這大家不用緊張 沒錯 那接下來就是支付寶 支付寶的話呢 大家下載完 先綁定你們自己的台報證 還有綁定信用卡 然後再找人幫你再儲值 儲值完畢之後 其實這樣就搞定了 接下來呢 就是住宿 住宿的話 你們要特別注意一下 你們那個飯店啊 有沒有外國人 可以一起進去住的 不然有一些好像 只會提供給大陸居民 所以這點大家要特別注意一下 所以呢 我們今天這樣子 全部體驗完 我真的覺得 比我想像中的簡單超級多的耶 不然你在上網的時候 感覺困難重重 真的 我一直想說 啊算了啦 我還是等到可以 那個團體型我再來 結果沒想到 竟然那麼簡單 真的是嚇壞我了 所以如果大家 如果你也在網路上面 查到很複雜的話 其實不用怕 你直接來 對 我們今天影片 算可以幫助大家 從台灣飛過來的八成了吧 沒錯 大家如果 我們有什麼 講不太清楚的人 你們也可以在下面 再繼續留言 那我們再試著 幫大家回答 或是有警察人 你知道的話也可以幫忙回答 沒錯 我們明天再帶大家去看一下 白天的上海 沒錯 那我們現在在一個 步行街的路上 然後這裡人超多耶 對啊好熱鬧喔 他已經接近外灘了 就我們飯店這樣一直走 然後我們還看到 剛剛前方有東方明春 一點點 看到一點點 好啦 我們要體驗一下 我們的上海夜生活 好 掰掰 掰掰 大家看這個紅燈 我們是紅燈 結果沒有人在管 哇 撞了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這超恐怖的耶 真的很恐怖喔 嚇死人喔 OK 好 太恐怖了 好 好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跳 be 太恐怖了 跳舞